HELLO,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在Surri Skytrain總站 現時的Skytrain總站,King George的一個樓盤 它的名字叫Park George,發展商是Concar Pacific 為何會跟大家介紹這個樓盤呢? 主要是因為它有幾點 第一,它有落成期近一點,2023年 有時說很多project都是說2026、2027年落成 很多朋友說,哇,等到那時才蚊子睡了,這個比較近 另外,這個樓盤現在是多些優惠推出的 比較划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三,在眾多大ONE Skytrain的樓盤選擇 這個相對來說,價位是最入門的 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Surri現在的城市面貌 以及未來整個發展會是怎樣的立土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圖表 其實是放大了North Surri 然後再放在Wally區 去到兩個Skytrain站 密集一個城市中心的一個區域 這個Skytrain站叫做King George 其實它是整個Expo Line 由丹丹一直去 這裡就是尾站 只是現時的尾站 因為現在已經在建延伸線 一直去Surri 因為我區叫Fleerwood 那裡效望好一點 之前介紹過另一條片 Wood and Water附近 未來的延伸再發展 是連接Lanny 其實會長一點 可能是2027、2028、2029 King George是一個站 另外下一個站 即向水的站 其實就是Surri Central 這個站附近已經配套很完善 我們由Surri Central開始講起 Surri Central的話 大家看到這些藍色的地方 其實都是一些公共設施 首先是KPU的校園 以及SFU的校園 都是這兩個地區 除了分校校園之外 它本身下面紫色的位置 其實都是雙鋪 而在這個校園附近 其實是一個比較新正的Mall 裡面有大統華 有Walmart 有Best Buy 有很多買衣服 買便利用品的超級市場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是紫級自足 你住在這附近 都不一定要出到Richmond 你才可以買到中菜 或者是西餐廳 什麼都有 然後呢 讓我想想 這條黃色的軌道 是Sky Train軌道 前面這條淺藍色的 其實是King George Boulevard 就是Surri 其中一條比較出名 或者最厲害的大街 那些車是Connect南北閒的 大家看到兩邊紫色的這些地方 那麼多高樓 其實是未建出來的 是建了少許 而且有些是在計劃 有些是在賣 有些是在建 但這裏是未來的藍豪 整個森林都可以 全都建成高高樓 現在大部分是一些 矮層的商店 那說回Surri Central 這一邊就會多些高樓 大家看到這些KPU 上面有Civic Hotel 然後104 這個位置就是Bosa的地盤 我們會建幾棟樓 有些是2022 2023會落成 這一邊後面 也有很多洞 已經建了出來 這邊的發展相 相對來說就沒有那麼大 可能比較單棟多 記得我賣過 134、138 有一個盤很便宜的 大概是20-30萬 不知道 還有什麼Evolve 有幾棟樓 在這裏 然後一邊走 其實是Walking Distance 都可以走到過來 經過這個mall 這裏都是mall的範圍 這裏就是Holland Park 這裏其實很漂亮 剛剛我們都經過那個park 今天有風業有太陽 超美 大家去看看 Holland Park 這一邊 都會有個 區域的項目 就是Holland 另外 經過這個park 去到這個位 即是到King George 的Skytrain站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 提供的樓盤 就是Conquer Pacific的發展 其實大家看到 這幾棟紫色的樓 其實已經在Conquer Pacific 由2011年開始 已經陸續落成了 近些Skytrain站 這三棟 就一早落成了 後面直到18 Avenue 那兩棟是139613750 就是1617年起好的 再遠一點 透明玻璃的兩棟 就會是整個樓盤 整個地盤的壓軸 也是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樓盤 叫Park George 它向南邊 就對著那個park 所以景風會更漂亮 而這棟近的Skytrain站 但這棟斜斜的 其實叫Park Bolivar 就是今年 其實現在一直都在收樓 那這個Skytrain站 附近都會有一些 例如咖啡店 和餐廳 和大家一會去逛逛 再後一點 就是Costco Capital 是一個金融機構 也是Costco Capital 其中一個總部 裡面很多人在那裡上班 是一個出的金融中心 後面是King George Hub 就有一些高樓 也是另一個發展商的項目 都一直在興建 附近這些都會慢慢變成 越來越多的高樓 和不同的發展商在興建 一路向南港下來的話 照舊紫色是商舖 藍色這些都會是公共設施 我們一樣一樣說 這個就是CRA稅務樓 其中一個稅務的分佈大樓 很多人在那裡上班 稅局的政府公務人員 那邊有小學 這個中學 這個就是Sury Memorial Hospital 就是醫院 醫院主要是Emergency Service 但是他也是立即興建了一個 Jane Patterson Outpatient 那個叫做外科診所 裡面都很新鮮 我去過這棟建築 那時候來 剛剛還沒做地產經紀之前 我會接翻譯的工作 試過去裡面 一邊看醫生 一邊幫他翻譯 這裏面就是很多不同類型 因為有時候你不是Emergency 你要去醫院那裡醫 可能你要照下胸 或者是可能做切力公真等等 都會在這裏面安排 可以一看就完成 五六十間醫院 這裏就是王家警察的總部 Mao CNP 就在這裏面 佔地都很大 裏面有很多人在那裏上班 除了外出巡警察之外 還有很多民職人員 不同部門都會在這裏面 所以整體來說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城市的發展 並不是隨便建幾個項目就算了 其實它滿足了很多不同的政府機構的人 以及學生的需求 所以它越建越多這些高升級 那裏面有很多高升級 滿足租屋也有好住的需求 那Suri這個地區 特別是這個地方 由以前每一個都是獨立屋 或者是平層矮流 變成了越來越多高升級 不知道 10年後 可能10年後 Suri已經超爆多樓了 分散完後就跟大家去看示範單位 因為Concord Pacific的樓盤 大家都不是第一次跟我一起看 東西都是大同小異 我感覺上跟之前跟大家分享 Gallaria和Concord Brandwood都很相似 剛才Color Scheme是兩隻 但都不能選擇 因為樓盤已經在起 所以如果你特別喜歡某一個顏色 就要選擇哪個單位是這顏色 一隻是Sunrise是淺色一點 一隻是Evening Silk是深色一點 這個會是兩房或三房 特別是三房會比較多出現的建築 除了有L形的廚房之外 還有一個Island 一房或細兩房未必有 大家看看織 Island的話 它的桌面會是Quartz 一個大的水盆、升盤 還有這些架也會包在裡面 這個水龍頭冷熱水功能 也可以拔出來 大家看到下面 通常洗手盆旁邊都會是Dishwasher 它用的電器組合是用Bosch 然後櫃桶底裡 即使是Surri的項目 它們都是統一的 可以做到拉出來的櫃桶 拉出來的架 不會因為來有Surri 是因為樓價便宜一點 所以就降格了 全部都有 包括這些櫃桶 打開後也會有放醬油 調味料的櫃桶 這裡三格 爐頭下面全部都是櫃桶 實用過打開櫃 這邊也是 櫃桶裡面還有一格 全部都開了 上面三格小的 每一格都會有第二格櫃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大格 然後我們看看上面 這個Counter Space主食的空間 都是Quartz Settin的桌面 它的Back Splash會鋪磚 也是一個比較大塊的磚 這邊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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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還有一塊 它的秋油煙機會是比較大個型 就不是微波爐式那一塊 這隻織將微波爐和焗爐 做在牆壁 方便使用 但不是每一隻織都做到 大家看看 因人而異 好 我們看看這邊 轉角位的話 它也是照舊 會在最底會有一個Lazy Sushi 可以整個拔出來 方便使用 雪櫃的話 因為這個是兩房的 所以它是有30吋的雪櫃 如果大家買的一房單位的話 就會是24吋的雪櫃 爐頭和焗爐 整款貼機就一樣 這櫃的配套的話 會有LED燈 這隻是Sensor Lighting 你關了它就自然會關掉 你一開它會亮 大家都可以調校 如果你想它長著也可以 不過浪費電了一點 這裡有些放衣的位置 那邊有些架 這些木紋面 都會全部包在裡面 我們看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是最帥的那一隻 5-piece洗手間 有兩個水盆 有浴缸 有浴缸 當然 浴缸這邊 它會再有個瓷子 這邊可以打開 現在它沒有做 它會有個HANDHELL 可以拔出來的浴缸 長身的話 到頂也會貼了瓷瓷 它每個部份都是9尺樓底 那這邊有沒有9尺? 應該有 這裡是9尺樓底 這就是到時的高度 這裡不是用4個部份都完成瓷瓷瓷瓷 但這一方面也是 現在包吱 вони 另一面也是 這邊也是大袖瓷瓷瓷瓷 three尺樓 比如客 Atlanta 你可以看到 底座用的做法是比较贵的 是铺砖的 不过买成纤维底座 包括这一级桌子 也是一级高的 铺砖的表面 然后是铺砖的 看到地砖也是同样的 浴缸的旁边这一面也是铺砖的 这个就是洗手间了 King George的Sky Train站在这里 这一边整个都是Cancord Pacific的不同楼盘 由2011年的时候已经有东西落成了 中间这三栋是比较早期的 之后就是这两栋 这一条是100 Avenue 1396、13750都是1617年起好 现在就是Park George的两栋 Tower 1是里面对着Park Tower 2是出一点对着100 Avenue的这两栋 我们稍后会介绍一下有个建筑 给大家看一看 两栋建筑的话 大家也会看到 它的楼高差不多是35、36层左右 两栋有点错开 所以不会对得正 这一栋就会有Town House Unit 中间有个中央平台 这里下面这两层都会有Amenities 例如有健身房、游泳池 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里就是两层Amenities的平面图 刚才我们看到的空中花园 Elevator 中间有健身房、瑜伽房 有一些训练空间 有一些静静地开会的空间 Open Lounge 这里也有冰泵桌和游戏室 到这一边上一层楼 继续是健身房 有冰泵桌 这边有一个室内泳池 但其实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在外面也挺漂亮的 就是这一层 这个其实它是在外面 但其实也会有玻璃房 围住室内的游泳池 外面还有个Hot Tub 附近有些晒太阳的空间 现在的一房全是没有车位的 有什么优惠呢 它有两个优惠给大家选择 一个是5%的包租 即是你的楼价5% 就是你过一年的收租收入 简单来说 如果你用45万左右 是它现在大概买到一个 十多楼的一房单位 让大家看看 例如一个这样的单位 1708 08是这个单位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试试的一房 这个一房还有少许角 突出 这个睡房 有衣柜 完整的客厅 饭厅 L-shaped厨房 还有一个小小的Den Area Open Den 这里就门口进来洗手间 一个这样的单位 就44万5 没有parking 如果我们以45万来计算的话 5%就是guarantee 你两年每个月 都有1875元的租金回报 当然1875元 你是未扣减管理费 那些政府税 纯粹是租金收入 Cona Pacific会给你 这是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优惠 另一个优惠 就是针对分 因为它没有车位 但很多朋友都会担心 车位使用的问题 会不会影响租金收入 会不会影响我 会影响我 re-sale等等 它也可以给你 简单一个优惠 就是guarantee 你五年都可以用一个车位 不是卖给你 是为你用五年的 但就不一定在 Park George 那两栋标定楼下 这个也要看它的分布 不够车位的话 它可能会把你的车位 Aloquate到隔壁 Park Ediphaniel下面 或者Park Place Park Bolivar 总之都会在这个区域 可能你最远的都是走路 走多五分钟 如果是很幸运的 可能是Park George 楼下就很方便了 所以这两种优惠 大家可以选择 两房和三房的优惠是一样的 它会是一个 最多38,000元 最多给你38,000元 它是怎样分的呢 首先是一个类似 三万元送车位给你 因为一向 Park George 去买unit的时候 车位都是分开计的 所以unit price 例如一个三房单位 那些九十三万 一个三房单位 九十几万就纯粹买unit 你要再买车位的话 可能要再加三万元 甚至三万多 现在就不需要了 所以便是送三万元给你 另外那8,000元是什么事呢 就是一个支援电车的优惠 在温哥华的话 如果你买电车的话 其实政府是会有rebase 但不同的电车的rebase是不同的 最多最多是可以拿到8,000元 当然 根据你电车的grading 或者车价 有时的优惠会少一点 6,000、5,000、3,000 都有机会 但最多8,000元 Congar Pacific这边的优惠 就是它可以配合政府给你 例如你买了一部Tesla Model 3 最入门的版本 其实在政府网站上列出了 它的rebase是去到8,000元 你在政府那里拿了8,000元之余 Congar Pacific也会配合 都给另外8,000元 所以你会总共拿到16,000元的优惠 但是这样 但如果你买了一部电车 是没有这个rebase 那就没办法了 最多最多拿到3万元的送车位的津贴 还有整个Park George里面 所有的车位都是EV ready 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整栋楼都会有冷气 9呎楼底 管理费的话是5毫6一呎 收纽日期是2023年的春季左右 Deposit structure的话刚才说漏了 一房刚才说有两种优惠给大家选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优惠是一房优惠是15% 之前是25% 现在将它减少到15% 都是一个短暂的优惠 就到了11月18日 两房就不电了 两房就25% 这个是有身份的人 即是Canadian citizen 或者TR 如果大家还是外人的话 就要付完整35%的优惠 首先这个是TOWER 2 MING Collection 5-30楼 它一层就有11个单位 三部电梯 其实很容易看 CORNER的全部都是两房 中间这些白色的是一房单位 或者一房加个BANG 一房都是500多尺 一房的价位 有车位的卖光 当初都是55万 那就没有了 没有车位的一房 就是45至50万 中间你会卖到 两房分为小的两房和大的两房 这些是两个全尺的房 有窗有柜放到双人床 但是一个洗手间 尺数是689尺 这些两房大概是60万头 开始就会买到 这两房就会大一点 810多尺 两个全尺的房和两个洗手间 这些是60尾接近70万 这是MING Collection 三房的单位会上到Sky Collection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由31楼到35楼就是Sky Collection 36楼就是Pent House 这些四个全都是三房单位 然后这些是一房的 三房单位的话 价位就会全部都是差不多 92、93万开始 到95、96万 全部都有车位的 我现在就来到了Park George 楼盘的工地 大家看到其实后面 现在已经在挖地 有些部分地基已经做好了 我先讲讲方位 后面那一条是100 Avenue 方向的话那边就是正北 现在Park George 有两栋楼 其中Tower 2 就会近一些100 Avenue 就会在这堆沙的位置 现在还在挖地 大家看到 另外Tower 1 就会在前面 大家看到已经开始慢慢承认 有钢筋水泥 那个就会在Tower 1的位置 它是进入一点 以及近一些公园 所以它们好像斜角 如果大家看到附近周边的建议 高楼也会近Sky Train Station 对正了13750 就向西的景色就差一点 其实这个楼盘的话 如果Tower 2 向100 Avenue的话 向北可以 向东啊 向南都可以 南的话 某些部分近西南面 就会开始看到Tower 1 如何去Sky Train站 就不一定要走100 Avenue 其实到时会有另一条路 我带大家去走一走 如果大家在Park George 可以从这边的Gate 一路走这边的小路 向着后面高楼的方向 向着那边走 那个就是Sky Train 走过去的话 三四分钟左右就能走到 过一条马路 所以Walking Distance 无论是你住在Park George 或是你当投资计员 你的租客都可以很近 走到Transit 前面这里可以上楼梯的位置 其实上去就是Sky Train站 Sky Train后面 这个蓝蓝绿绿的建筑 就是Costco Capital 其中一个分公司 即是分的总部 里面也有很多人在那里上班 这个就是Sky Train站 这边可以上去 那边也有一个门口 很近去到前面 就可以去到Holland Park 我们这边是Costco Bridge的站 前面的话 就会向着北边的方向 那里有些山 大家看到向北 那边就是一些不同的高楼 那边就是Suri Central的站 我们走过去就10分钟左右就到了 那边就会有很多 这一条就已经是King George Paulefer 现在King George Paulefer 还是比较多是Low Rise 未去到我们看到效果图 将来全部都是High Rise 但它的松灵 两边都会起高楼 High Rise 然后慢慢进去 一两个就可能是Low Rise Lower Density 我们现在前面就来到Holland Park 那公园其实都很大 就跟不到大家走完整个公园 但大家看到其实 走到这边已经是大统华了 所以虽然说是两个站 但其实都不需要 我又要在King George Paulefer 乘搭Sky Train 去Suri Central买东西就不用了 你过两条马路已经到 大统华后面就是Best Buy 有Winners Winners主要是买一些 三副鞋物之类 有些Discount名下东西 然后也有一些杯杯碟碟碟 家庭装饰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很多 还有Fitness Club 16 这个里面整个Block 都是一些双圈 你由这一个商场 通到后面 就是Suri City Center City Hall 图书馆 还有那两个校园 都会在那里 所以变了 其实这两个Sky Train 站 是很近的 这边一直拍到那边 后面就是楼盘 后面这边是大统华 那边已经是King George的站 和Park George的机动楼 希望今天这条片 帮大家认识多一点 Suri这个地区 可以减减到15% 就是少给10% 就是不需要提示 对了 不过很复杂 还有一个UBC Teaching Hospital 漏港这个 什么 UBC的 不要紧了 太多了 确实有楼 对 是金色的 它很漂亮 拿走 什么 没什么 什么是拿走 不行的 你觉得这个不可以拿走 还有不同的独立的房 可能是说这个做什么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你觉得这个做什么 不知道 不是东西 是东西 是东西 不知道 那算怎么样 OK